大家好,我叫尚心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科隆的Stadtplatz 然后今天我在这个办公室是阿里的Zoom Me 我自从2005年来到德国就学 然后现在在科隆工作 科隆是德国第四大城市 这里有着100万的人口 可能大家关于科隆知道比较多的就是美丽的莱茵河 包括宏伟的科隆大教堂 但是你们知道吗 科隆这里有非常活跃的创业 包括这里的媒体也有着它非常历史悠久的 现在坐我旁边的是扑亚 扑亚是作为科隆创业活动中的积极分子之一 那么扑亚能不能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我是扑亚 我是在科隆大学读博士 然后研究的东西都是关于 创业,startup,investment 然后怎么会成功的关系 然后还有研究一些视频安全还有cyber安全的东西 然后这个顺便我会讲课 比如说在大学里面给大学像讲那个e-business 或者entrepreneurship的课 然后在大学外面也会讲这些东西 然后还组织活动 或者也帮助一些传业 刚刚起步的一些年轻人创业的 然后帮助他们 对,因为这跟你平时学的东西非常相像 对,而且我好几年都已经工作过在传业里面 或者在跟传业有关系的 而且尤其是在克隆地区 可能比较多 克隆和北京 克隆和北京 哦,对 而且克隆和北京我听说是友好城市,对吗 就是partner city 对,对,就是partner city 扑亚,你现在也是中国加速的导师 那么关于德国或中国这些创业 然后你现在是导师了 你能不能谈一下 对,我快要过去 然后也我没去过在大连嘛 哦,是 然后听说是很有意思的 大连很漂亮的城市 然后就海边嘛 然后天气现在也那么好 是,是,你是去那边上课 对,就在那边就帮助那些公司嘛 哦,是,已经是已经在创业的公司 然后你过去可能就是给他们资讯一点问题 然后给他们上一下 对,比如说 上一下哪些方面的课程呢 就看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我就会讲什么 就什么都可以说 然后他们对什么地方比较感兴趣的话 你就会多说一点 对,我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 哪些地方可以帮助一下 然后就会帮助 是,然后你可能也会把比较 你在科隆创业的一些经验 和这里一些比较好的氛围和气氛 也带到中国去,对吗 然后那个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朋友说一下 介绍一下 就是关于科隆创业的一些情况 因为我们这里可能看我们片子比较多的 还是一些创业的爱好者 当然,科隆可能国际上还没有那么出名 像柏林一样 可是科隆现在最近这几年就真的强大了 然后我们可能一百多个传业 现在在科隆 一百多个 一百多个 然后有好多地方 比如说像这个Startus 可以租办公室 也可以安排活动 或者可以就来这儿见面一下 然后也有一些别的办公室 比如说像Clusterhouse 你可以有自己的办公室 应该是现在欧洲最大的传业办公室了 是吗 就跟我们现在这个Startus Startus非常像 比较像 可是更大 更大 还有比较你有自己的办公室 不是像这样 比较开着 那样有自己的办公室 如果你想要一个一个单独的 对对对 非常有意思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Startus这里的办公室 然后后面背景 你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人 在非常努力的工作着 为了他们的一些想法和梦想 夏天八月份是不是有一些关于 克隆的一些创业的活动 就你刚刚也提到了 有那个ParisSummit 对 然后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还有一些 还有哪些活动 其实都是八月底 八月底的时候有ParisSummit 以游戏为主题的一个活动 可能不仅仅创业 很有名 实际上很有名 可能欧洲最大的关于游戏的活动 然后因为那个已经会有 好多好多国家人都来德国 都来克隆玩 然后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 做一个Pirate Week 然后Pirate Week有好几个小活动 比如说有Pirate Summit 有一个Corporate Startup Summit Corporate Startup Summit 比如说会让一些大的公司 比较传统的公司 学一下这些传业的方法 怎么做Innovation 然后还有那个Link Camp 比如说Link Camp 是一个比较像Bar Camp的一个活动 他们会有好多人 就传业的人 传统公司的人 所有地方的人 会有实际的 都会来在一起 其实也是在Star Plus 是是是 这里就是全英汇集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都会一天都都讲这些东西 谁要讲课都可以讲课 谁要听课都可以听 就是非常轻松的这样一个环境 就大家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 然后没有什么CEO啊 或者是student啊 学生啊 大家都可以互相交流 交换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 我们中国有句话就叫教学相长 因为可能他今天是老师 但是也可以从同学那里去到很多东西 对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 Puya你很厉害 你会讲六国语言 然后你现在在科隆大学 就是博士生候选人 那你觉得就是德国的一些高校 对于科隆创业起到一个怎样的作用呢 其实我们科隆有好几个高校 对吗 然后科隆大学是德国最大的大学之一 然后科隆附近还有一些很有名的 比如说计算机的在阿亨那个大学 就特别有名的计算机大学 然后这些学生都是可以参加这个startup community 这个科隆的community我们会打开 可是大学自己就没有一个专业 比如说是传业专业 对对对 可是比如说在经济学 或者我学的那个经济信息学里面 有e-business 或者有一些entrepreneurship的class 然后那些课会讲这些东西 可是还是就一些比较少的学生会选这个课 而且那些也可能比如说经济信息学 也不是很大的专业 所以只有比较少的学生 然后比如说物理学的他如果有想法他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科隆有那个entrepreneurship center 就是那个传业办公室 然后是在科隆大学 我有听说就在科隆大学有这样一个独特办公室 但是他不仅仅是局限在科隆大学内的 他也为其他的就是大学生或者其他不是学生的人 会提供一些创业方面的 所以所有人他们有想法就可以 或者想知道传业怎么样 他们会去那个办公室 然后那边的人 或者要不自己帮助他们 要不可以就介绍给一些比如说这里的人 或者就刚才说的那五个人 他们也跟那边就会合作 所以会介绍这些人 然后可是还是有一些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多人 就知道这个这个在 所以好多学生就说我要做传业 可是不知道有这个传业办公室 然后可是他们现在会越来越多做一点广告 然后还会安排 比如说现在九月份有summer school 然后我也会在那边讲课 然后会可能一个两个星期就放假的时候 给大学生讲这些方法怎么比较成功的 对对对 可能国内很多人不知道 因为在德国大学 它是暑假是三个月的 然后我们在中国就两个月 所以在德国的年轻学生 他们可能会有更多时间在夏天去做一点自己的事情 比如说像创业这样子对吧 对他们其实当然有的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那个假期里面还是要考试或者学在考试一下 可以自己安排时间 对可以自己安排 或者好多人要做实习 这个比较比较传统做实习 可是现在我们给他们就多一些选择 选择 可以比如说学这些startup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也可以跟startup一起做实习 可以不用去大的公司也可以去小公司 学怎么做自己的公司 这个挺有意思的 我相信我们中国肯定也是有类似的活动在 但是可能可以更多的像科隆这边互相交流一下 以后有机会 对对希望 那么好 大家今天以上是我们第一次做这期关于科隆 科隆创业的活动 然后我们的制片人阿里呢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我们在的办公室叫zoomi 那今后在八月底 普亚包括我们也会不断的去参加一些各种各样的创业活动 然后在将来我们也会不断的为您播送各种各样的科隆创业的一些趣闻和新闻 然后你们也会看到更多精彩的照片和听到更多比较有意思的故事 所以希望你们可以支持我们这样一个短片 希望将来在科隆或者在别的地方可以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